是什么让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满面愁容 又是什么让这在打击匈奴的汉武帝 对边境战士漠不关心 答案就是圆光三年的一场特大黄河水灾 有什么人敢面对汉武帝的连番追问 避而不答 又有什么人能逼得汉武帝拔剑怒势 却安然无恙 那就是魏骑侯斗英 刘彻正在进行的更化改制 以及对匈奴的反击 都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水灾给打断了 虽然朝中能陈良将不少 但是精通治水的人却寥寥无敌 而且奇怪的是 正当时到地岸上转了一圈 什么都没干就直接请病假回家了 这下好了 水务专家都解决不了 可把刘彻给愁坏了 幸亏严重还记得 窦英曾经管过一段水务 刘彻上来就问 为什么好几万士兵都堵不住一个绝口 窦英不说话 刘彻接着问 他还是不说话 眼看刘彻火气越来越大 窦英被逼的没办法 想要告病回家 还没走几步 就感觉背后一股杀气 回头一看 一把冰冷的宝剑就立在面前 窦英惊恐万分 最终还是咬牙说出了 发生水灾的原因 刘彻终于明白了 这不只是天灾 还有人祸 怪不得水务专家正当时 无缘无故请假 朝中所有大臣也没有一个人说话 就连一项耿直的窦英都三间七口 这里的丝田不止填坟的五六千情 更过分的是 还有王志的一千多情 这个绝口确实不好读 刘彻一怒之下 毫不犹豫命令窦英 亲自持劫泄洪 窦英很快就解决了水灾 同时也赚足了名望 可是自己却乐上了大麻烦 那就是把田坟和王志的地给淹了 田坟得知此事之后 马上就来告知王志 他可是把王志的脉耗得相当准 要知道 在这件事上 两人的站位是不一样的 田坟贪财 占地对他有好处 但是王志跟刘彻一样 整个国家都是他的 这地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所以田坟的话中 重点强调 窦英实在报复 想要东山再起 这下王志可就忍不了了 把刘彻叫来 阴阳怪气的一通数落 本来是他占地在先 怎么反倒他还占里的呢 总之一句话 年轻人不将武德 刘彻能怎么办呢 只能说了一句 武金圣明 展现完自己的神明大义 可是气还没出完呢 下一步就该拿窦英开刀了 刘彻脸色一变 这话他可是听进去了 虽然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是在别人眼里 这抗洪救灾的功劳 都让窦英一个人占了 你说刘彻能高兴吗 可能后来窦英的死 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吧 说完了刘彻和窦英 也该说说自己了 反正就是想说 你们都是过错方 我才是受害方 你自己看着办吧 王志这颠倒黑白的能力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愣是把刘彻给气得 皱着眉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是一块田地 引发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刘彻正在翻看窦英救灾的地图 这一看还真有所发现 王志和田坟的地中间 竟然还夹着一块民田 看来这块地的主人不简单 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是吓一跳 这个人正是大豪墙过节 刘陵的一个马夫 能耐也太大了 这下可引起了刘彻的重视 一个豪墙尚且如此 那天下的豪墙 要是都能耐这么大 还不得乱套 这件事必须得提前解决 不能让他们成为 出击匈奴的绊脚石 可问题是 这些人又没犯法 又不能抓起来 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主夫妍给刘彻出了个妙计 陛下当前正在修建阴宅茂陵 是不是可以索性 把天下的豪墙及其家奴财产 一起牵移至茂陵 这样可以一举两得 一方面可使茂陵迅速繁荣起来 另一方面 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 管住他 防止这些人在各地腥风作蜡 这样既用不着朱砂 隐患也可以清除 不得不说 这招真是绝了 当时的豪墙是有能力全行周遇 力哲攻侯的 但是也有区域的局限性 而茂陵却是新建的 让这些豪墙 从他们熟悉的地方搬到这来 就限制了他们的势力 又在朝廷的眼皮子底下 可不就好管理了吗 而且他们的钱财 正好用来发展茂陵 还给国家省了钱 刘彻听完自然是非常高兴 可是没多久 郭姐的名字又出现在刘彻面前 他贿赂填坟 以此来换取免除千席 结果却被人举报 就连王志都站出来帮他说话 这不说还好 一说更了不得了 一个豪侠周边 竟然围绕着这么多皇亲国戚 在刘彻看来 就彻底成了不得不出的祸害 可是这还没完 没想到这郭姐的一句话 竟然无形中成了甜豆之争的导火线 好了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说